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唠嗑的视频 就是想跟大家聊聊我生命当中 让我记忆深刻的被朋友们两肋插刀保护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情商很低 所以我经常会惹了一堆麻烦然后自己不知道 就比如以前那个粉金姜的论坛大家知道吧 就是那个金姜原创的论坛 然后粉金姜那个论坛呢它不是注册制的 它是就是随便你游客只要输入一个名字 就可以上去发言的那种 然后这个论坛呢就是掐架还挺多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又是写小说 又是做广播剧又是配音啊什么的 然后就在那些论坛上比较活跃 然后我这个人呢情商低比较招掐 其实我现在回看我那个时候 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招掐的 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做一个广播剧 是复古金星广播剧 然后那个广播剧发出之后我就被掐了 然后我当时就是年轻气少 然后就是我用我自己的大名 就是常用的那个网名 然后在那个论坛上面就跟他们争辩 就是如果他们说什么 我哪里做的不好呢 我就会跟他们讲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但其实这不是掐架的正确方式 然后那些人就是到后来 掐的都不是广播剧的东西 又掐的是一些奇怪的事 就比如把我的照片翻出来 然后说我那么胖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都掐到这个份上了 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面也很难过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个帖子发出去一天 我都是我一个人在学战群入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之间冒出来很多我的友军 然后大家都在帮我掐 然后我就很诧疑 这些人到哪儿冒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 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群 就是广播剧的粉丝群 我就看到群里面都在呼吁说 去帮我掐架去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我当时的我徒弟 就是跟着我写作广播剧的 我们一个一起玩广播剧的 一个女孩子 然后当时他跟我说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记一辈子 这个女孩子叫飞幕流 他跟我说 师傅 你以后再碰到这种 你气不过的事情 你不要自己上去掐 你跟我说 我帮你去掐 那句话 我真的是好感动啊 掐架 他都愿意帮我去掐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男生 我喊他哥哥的 就是我们步步进行广播剧里面的一个配音 然后他声音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 但是他在那个广播剧里面没有几句词 就只有几句而已 然后他 他其实没有被人掐到 因为他词少 然后他那天跟我说 他说 你看那个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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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我说啊我看到了 就是这几个名字 他说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我 他说我换着马甲上去跟他们掐 既然他们都是换马甲 那我也换马甲 没事 我帮你掐 我现在说出来 我都觉得 我不能够表达 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 都被掐哭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第一天 就是我舌战群 然后到他们把我的照片贴出来 说我太胖 这么胖还怎么还能够配若曦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其实哭了 就是我当时在澳大利亚读书 然后身边没有爸爸 但是有过一个好朋友在 我跟我那个好朋友都在我们实验室里面 然后其实我在做作业 但是我因为在掐架嘛 所以我就上那个论坛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就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哭了 然后好朋友问我怎么回事 然后我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 然后我好朋友就抱着我 然后我就在实验室里面哭 然后这是第一天的事 然后第二天突然就冒出来这么多 这么多人帮我掐架 你们 真的我现在都无法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但是这件事情我记一辈子 我徒弟那句话 还有那个哥哥那句话 我记一辈子 因为我那个哥哥 他是换着马甲去掐架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但是就是怕别人误会他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后声音也很好听 配音也很棒 特别特别敬烈 他特别特别特别好 就真的特别好 然后还有一次被掐 也是在粉金江 那个是因为我写小说 就是大家知道 以前不是流链子抄袭 被金江赶出去什么什么这种事情吗 然后金江上就曾经有过一阵讨论 就是说你应不应该抄袭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就有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 其实你们所有人都肯定都有抄袭的 或多或少都有的 有本事就把你们的专栏放在这里 我去看 看你们有 有没有抄袭 肯定每个人都有 然后当时 其实没有人贴自己的专栏 但是我这个人呢 就是特别的正义 一腔热血 然后就把火的专栏给放上去 然后说 我就没有抄袭过 有本事来看 那个帖子里面放自己专栏的只有我一个人 就是所以我说我招掐呀 然后后来我放了专栏之后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去对我的小说怎么样 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找不到抄袭的地方吧 然后呢就是他们另外开了一个帖子 然后开始掐我这个人 然后掐我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不好 甚至还有人说我对我对朋友不好不好不好 我是喜欢那种背地里面下黑手的人 然后那个帖子掐了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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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的 就是有人说我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 然后我有个好朋友 他现在也是比较生命的作者了 所以他的名字我也就不说了 然后他是粉金江和绿金江的老人 他比较熟悉这种操作 然后他就在那个掐我的那个很长很长的帖子里面 一下子扔了800多个播放器 音乐播放器 然后这800多个播放器一扔 这个帖子立马就卡死了 然后所有人点进去就会被卡出来 然后那些掐我的人没有掐过瘾 他们就又新开了一个帖子继续掐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老的帖子就是被封掉了之后 新的帖子一般都会不如老的帖子 然后掐一掐大家就没劲大家就散掉 然后我这个朋友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还没有告诉我 是我在那里想 这事会是谁干的呢 谁会来救我呢 然后我就想到了他 然后我就去问他是不是你干的 他说对呀 我就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这么干了 然后当时我也真的是好感动啊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呢 是我在游戏里面碰到的事情 就是我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叫他逍遥哥哥 因为他的名字叫云海逍遥 然后他又比我大一点 然后为什么我会认识师姐呢 就是我老公呢 就是因为逍遥哥哥 因为逍遥哥哥他当时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号 然后他当时是在一个很厉害的势力 而我是在一个就是只有小小女生的一个势力 我们那个势力叫月罗刹 听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想象都是一些小姑娘 小女生的一个势力 然后师姐和那个逍遥哥都在另外那个比较厉害的势力 然后我就是因为认识了逍遥哥哥 然后被逍遥哥哥带去到他们那个势力 跟他们一起下比较高级的本 然后才会认识师姐的 所以可以说逍遥哥哥是我们的介绍人 然后anyway就是逍遥哥哥 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高级本都是跟逍遥哥哥 还有逍遥哥哥和师姐他们那个势力一起下的 因为我们小女生势力没有这么强的实力 带不了这么高级的本 然后有一次逍遥哥哥上线的时候 我已经上线了 然后他问我你在干嘛 他准备组织下本啊什么的 然后我说我在下监狱 在跟野团下监狱 玩过千亚山的人肯定知道监狱这个本 就是是一个不是特别难 但也不是特别简单的本 然后夏老哥就说 哦那你下完我们去下什么什么本 我说好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下完了吗 我说没有 那个团长好像不太会下这个本 然后就我们老是灭团 然后夏老哥说好吧 那你再下一会儿 然后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基本上就是我下那个本 已经下了一个多小时了 然后夏老哥又问我 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下监狱 而且那个团长 就是因为一直下不过嘛 他已经开始骂人了 我那个时候加血的奶妈 冰心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混野团 然后这个本怎么怎么都下不过去 然后碰到团长脾气不好的时候 一般来说 首先会被骂的就是加血这个人 然后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会觉得加血的人没加好 就是你没给我把血刷上 所以我死了 结果那次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在被骂 然后我就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问夏老哥说 他怎么怎么骂我 然后明明是他的问题 明明是他什么什么什么 哪里哪里问题 然后夏老哥当时没有回答 然后我还挺吃惊的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然后那个团长说 因为一直下不过吧 那个团长说算了 不下了 散团 然后散团他们就出本 然后我还在那个本里 我还在跟夏老哥说 我说我们下完了 那我们去下我们的本吧 夏老哥还是没有理我 这也很奇怪 怎么还不理我 然后那我也出本了 出本一看 门口已经打得一场火热了 就是夏老哥哥自从我跟他说 那个团长在骂我之后 他就到监狱的门口守着了 他就守那个团长出来 那个时候他还问了我团长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以为 他是想知道这个团长是不是他认识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当时就在那个监狱门口 副本门口守着 就守等那个团长出来 他就打他了 开红 打他 然后堵着他打 然后那个团长都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红烧的大翅膀的意见在打他 一出本就被揍了 然后等到我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那个当前的聊天记录 你为什么打我 然后夏老哥也就不跟他多说 就把他杀了好几遍 然后跟我说 走吧我们下本去 然后当时我真的是 就是我在那看着 看着他们两个人打 然后就觉得 哇塞 就是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次 也是在游戏里面 就是我跟着 逍遥哥他们那个 势力下一个高级本 但是当时那个副本里面呢 就是那个团里面 师姐跟逍遥哥都不在 然后只有他们势力的一些人 和一些外面喊来的野人 就凑满人数 然后当时有一个野人 我认的 因为他曾经杀过我 就是在野外开红杀过我 然后这个人我就记恨在心 因为我在游戏里面是一个 特别热小 无助可怜的小白 我不惹事的 都是别人就 都是我被杀 都是因为就是 别人路过不认识的人 就这样随便把你杀了 我从来没有惹过什么事情 当然那个监狱那个本 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一般来说我不惹事的 那么就是那天在本里 碰见了一个曾经杀过我的人 然后这个人呢 我就很不愿意给他刷血 就是我就想看着他死 因为我怎么不爽 然后结果另外一个冰星 一个本配两个冰星 然后另外一个冰星刷不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死掉了 然后他死掉了之后呢 他躺在地上 不是要需要冰星去拉他吗 把他救活吗 然后另外那个冰星说 他那个七星 就是救活的 救人的那个技能在CD 然后他就走了 说你自己复活吧 然后他就在地上喊我 他说让我去帮他复国一下 我也没理他 我也走了 谁去帮你复活 他杀过我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团长 就是是逍遥哥 他们势力的一个人 但我跟我不太熟 然后那个团长就觅我 他说你去拉他一下吧 就是让他再跑一遍的话 也挺麻烦的 然后我说我不拉 他杀过我 然后我话音刚落 这个团长就把那个人 一脚给踹出去了 就踹出本去了 不让他吓 然后他干了一件事情 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在势力频道 呼叫了逍遥哥哥 他跟逍遥哥哥说 谁谁谁 曾经在野外杀过你的小冰心 在势力频道呼叫的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在下本 然后逍遥哥哥已经去杀那个人了 但是那个人呢 因为他可能平时也是 喜欢这种 就是打架的那种 喜欢野外开红那种人 所以他也有一帮子人 就是是帮着他的 然后他就叫过来一帮子人 然后逍遥哥这边也叫过来一帮子人 然后等我们把这个本下完的时候 我们再出去的时候 两帮人正打得火热 然后等我到的时候 是逍遥哥哥 把那个人杀死了 然后他站在那个人的尸体上 问他 你还有野外开不开红了 你杀了他几次 我就杀你几次 就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有的人会说 你说的这件事情 都是在网络上 在游戏里 不是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也很少会遇到需要被人两肋插刀保护的时候 一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晃到的友谊都是任务戏无声的 就比如我那个时候说我要学化妆 然后我的朋友们 就是八方之远 就是这个朋友 把他自己的那个化妆品 全部都给我了 然后跟我说说 这些你先拿着用 然后你用了 什么东西好呢 你才知道买什么 然后还有朋友 然后到上海来出差 他不是上海这边的 他是香港的 然后到上海这边来出差 然后他特地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叫我去他的宾馆 他教我 就用他的方法教我化妆 然后跟我说 他觉得我怎么怎么化比较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他出国的时候帮我带回了一个彩妆盒 他说是他看了之后 他觉得这个彩妆盒里面的化妆品 各种颜色什么的比较适合我的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他就带着我去买化妆品 然后帮我挑 就是跟我说 他觉得哪个好哪个不好什么的 就是我说 我说我要学化妆 然后大家就都纷纷跳出来 帮我的忙 这个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的友谊 就是没有那么激烈 没有那么两肋插刀 但是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我曾经有一个 我很不喜欢的老板 说 他说他觉得朋友 最好的朋友就只有五个人 然后这五个人呢 一定是对你有用的 然后你这个阶段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呢 你就是这五个朋友 然后下一个阶段 如果你觉得其中某一个人没有用了呢 你就把他屁换成你下一个阶段 对你有用的人 他说你永远就只有最好的朋友 只有五个 什么你留学的时候的朋友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以前读书时候的朋友啊 到你工作的时候没有用了 就不是你朋友了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当时我就觉得完全不对 我觉得真正的友谊 是一种不计较得失的感情 就是你一生当中 你总应该有那么几个好朋友 你知道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不计得失的 亲囊相助 然后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你也知道你自己 会不计得失的 亲囊相助 这才是我理解的真正的友谊 然后我也很幸运 我有那么几个朋友 我知道 他们永远永远永远都会在我的身后 永远永远永远都会保护着我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会 然后我对他们 也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今天的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